大家好,我是白鹿,欢迎来到白鹿的人伦影院 今天继续我们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系列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堪称偶像剧爱情套路鼻祖的 第七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一夜风流 豪华邮轮上,仆人在向华尔街巨妇安德鲁斯先生汇报 小姐已经绝食两天了 她还放话说,如果不让她下船,她就会一直抗争下去 小姐的态度坚决,仆人自然没有办法 无奈之下,安德鲁斯只好自己去女儿的仓室看个究竟 原来,这次小姐艾伦大闹绝食 是因为她未经父亲同意,私下就和飞行员金韦斯特利订婚了 安德鲁斯早就看出了韦斯特利只是贪图他们的财富 根本不爱女儿,因此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可涉事未深的大小姐却不撞南墙不回头 于是,安德鲁斯只得把女儿关在了这艘轮船上 准备一直关到她心回一转为止 可长时间在父亲的保护与管束之下的艾伦 这次也铁了心的要反抗到底 于是,安德鲁斯进门没多久,妇女二人就大吵了一架 情急之下,安德鲁斯甚至给了女儿一巴掌 这一巴掌彻底伤了艾伦的心 她看准机会跳下游轮,向大海游去 安德鲁斯立马派下属去追,但最终却没有找到艾伦 之后,爱女心切的她只得发电报给侦探社 要他们寻找女儿,并且密切地关注女儿的行踪 成功上岸的艾伦,反侦察意识极强 她拜托一名老妇人帮自己买到了前往纽约 也就是未婚夫所在城市的大巴车票 又成功躲过了两名守在售票口的私家侦探 这边,艾伦换好了新买的衣服 悠哉悠哉地往大巴上走 另一边,人来人往的车站里 一群人在围观一个男子勇敢反抗资本家 创造历史的一幕 事实上,她话没说上几句 这位名叫彼得的男子就已经被自己的报社老板开除了 但为了不在围观的人的面前丢脸 她还是装作大获全胜的样子 对着挂断的电话输出了半天 然后在好事者的簇拥下登上了自己的战车 一辆开往纽约的大巴 彼得上车了 但拥挤的车厢里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堆满了报纸的座位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报纸 她想起了自己万恶的老板 彼得愤怒地把报纸全都扔下了车 列车员文讯赶来 但却彻底输给了彼得妙语莲珠的诡辩 不过就在彼得与列车员争辩时 他好不容易搞到的座位 却被后来的艾伦劫足先登 无奈之下彼得只得和艾伦挤在了一个座位上 汽车到达了休息站 所有的旅客都下车透透气 艾伦也不例外 可没有独自旅行经验的富家小姐 根本不懂得提防小偷 刚下车没几分钟 他的行李就被毛贼偷走了 彼得见状立刻上去帮忙 但却没有追上小偷 艾伦所有的钱几乎都在箱子里 口袋里的四美金 是他全身上下仅剩的钞票了 彼得建议他报警 或者到下一站给家里打电话 离家出走 怕被父亲知道行踪的艾伦有苦难言 只得告诉彼得不要多管闲事 重新上车后 为了远离彼得 艾伦给自己另找了一个座位 可又因为实在招架不住 身旁睡得东倒西歪的大胖子 只好无奈地再次坐回了彼得的身旁 旅途中 艾伦抱着彼得熟睡了 彼得贴心地给他围上了自己的衣服 到了新的休息站 彼得提出请身无分文的艾伦吃早餐 可艾伦却表示自己要去趟酒店 这一站列车只停30分钟 不安人士的大小姐天真的拜托司机 多等自己一会儿 可按时发车的大巴 哪有等人的道理 等到艾伦回来时 车站早已没了那辆大巴车的踪影 但奇怪的是 他见到了幸灾乐祸的彼得 艾伦见状误会彼得留在这儿 是要纠缠自己 可没想到 彼得只是捡到了他遗失的车票 才特意等在这里的 不仅如此 彼得还告诉艾伦 他离家出走的消息 已经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这样下去 安德鲁斯先生的人 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他的 艾伦希望彼得可以不把 遇见自己的事情告诉父亲 又说只要彼得这样做 他就会付给他和父亲 同等金额的酬金 可彼得却告诉艾伦 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而自己不管是对他的钱 还是对他的麻烦 都没有丝毫的兴趣 不过事实上 彼得留在车站的目的 也不是像艾伦想象的那么单纯 身为记者的他 把遇到艾伦 当成了难得一遇的年度头条 留在他身边 也是希望可以借机 写出一篇独家报道 就这样 艾伦和彼得 登上了下一班开往纽约的列车 为了避开彼得 艾伦坐在了和他隔着过道的座位上 这一次他的临坐 是一位名叫夏普利的先生 一路上 这位夏普利先生一直喋喋不休 甚至开始性骚扰 艾伦苦不堪言 最后还是另一边的彼得 英雄救美 谎称艾伦是自己的妻子 才赶走了讨厌的夏普利 夏普利离开后 艾伦向彼得道谢 可彼得却骄傲地表示 自己只是被夏普利吵到了而已 不过 见艾伦因为淋雨而浑身湿透 彼得还是把自己的围巾借给了他 去纽约的路上 一直暴雨倾盆 以至于路上必经的大桥被冲断了 所有人只得暂时前往汽车露营地 过夜休息 因为旅途中 彼得一直照顾着艾伦 所以在汽车露营地 两个人也顺理成章地 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 不过当得知彼得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时候 艾伦还是愤怒不已 这时彼得也不再遮掩 说自己只是想拿到安德鲁斯小姐的头条 也就是说他帮助艾伦去纽约找未婚夫 而酬劳是独家报道 报道他为爱逃亡的故事 艾伦本来不想答应 可彼得威胁他说 如果不同意 就把他交给他的爸爸 于是艾伦便只得乖乖合作 彼得贴心地为艾伦整理好床铺 又在二人之间挂起了一条毛毯 戏称耶利哥之墙 彼得似乎对逗弄艾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见他还不去睡觉 威胁似的在他面前一件一件地脱起了衣服 终于在彼得准备脱裤子的时候 艾伦落荒而逃 而后在彼得发誓绝无坏心的承诺下 艾伦不再纠结 两人一夜好眠 与此同时 因为侦探社的人一直寻找艾伦未果 财大气粗又心急如焚的老父亲 直接触动了私人飞机 准备在女儿之前率先赶到纽约 第二天一早 艾伦心满意足地从睡梦中醒来 见彼得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洗漱的用品 又帮自己运好了衣服 更加开心了 艾伦穿着彼得宽大的睡衣浴袍 亮亮呛呛地完成了洗漱 房间里等待他的则是简单而美味的早餐 餐桌旁 艾伦和彼得一边用餐一边闲聊 艾伦告诉彼得 他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 因为被宠坏了 所以为所欲为 从小到大 每一件事都有人告诉他要怎么做 父亲 庸人 家教 还有保镖 紧紧围绕着他的生活 所以他迷上了逃离这些人寻求刺激的游戏 而一次为了躲过保镖随意跳上一辆车 他遇到了韦斯特利 不久后就坠入了爱河 艾伦说他愿意随时和水管工的女儿交换人生 去过一种自由而无拘无束的生活 正在这时 艾伦父亲的私家侦探来到了汽车露营地 正在挨个地搜查房间 情急之下 彼得弄乱了艾伦的头发 艾伦心领神会 两人伴做吵架的夫妻默契地骗过了私人侦探 不久后 列车重新启动 艾伦和彼得也再次踏上旅程 一路上 他们跟随整节车厢 在歌在舞 好不快活 还好心地救助了一位 因为没钱买食物而晕倒的妇人 可就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时候 同车厢的夏普利已经盯上了他们 原来夏普利看到了安德鲁斯先生 在报纸上刊登的 悬赏一万美元寻找女儿艾伦的新闻 因为确信之前搭讪过的女孩就是艾伦 夏普利找机会堵住了彼得 他威胁彼得 说如果彼得不给自己五千美元 那他就把艾伦的行踪公之于众 情急之下 彼得集中生智 再次戏精上身 他告诉夏普利 其实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绑匪 这次绑架的对象 正是银行家安德鲁斯的女儿 彼得建议夏普利入伙 说如果可以成功躲避北方杀手的追杀 不要说五千美金 更多的钱 也不在话下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夏普利 就被彼得吓得魂飞魄散 发誓守口如瓶后 落荒而逃 既然已经被人认出来 火车肯定是不能再坐了 彼得和艾伦只得寻找其他的方式前往纽约 更糟糕的是 因为之前 艾伦把彼得所有的钱都给了火车上的富人 他们俩现在身无分纹 只能暂时走路 沿途寻找可以搭乘的便车 彼得脱下鞋子 赤着脚把艾伦背过了小河 接着两个人长途跋涉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分 彼得准备带艾伦在农场的无人处休息 他手脚麻利的用稻草 为大小姐铺了一张简陋的床 这时艾伦说自己的肚子饿得要命 于是尽管嘴上嫌弃 彼得还是任劳任怨的去为艾伦找吃的 彼得的暂时离开 吓坏了艾伦 他以为自己的伙伴就这样抛下自己离开了 极度的恐惧驱散了饥饿 直到彼得回来 艾伦才破涕微笑 准备睡觉了 彼得为艾伦盖上了自己的大衣 那一刻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甚至可以感觉到彼此的鼻息 在漫长的旅途中 彼得早就爱上了这个天真善良 骄纵但却不放肆的女孩 他低下头想要亲吻女孩 可想到他早已订婚 彼得只得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他转过头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 而看到彼得的背影 艾伦的眼角也湿润了 第二天一早 彼得和艾伦再次踏上旅程 走累了 他们便坐在路边 等候经过的汽车 实在等得无聊 彼得开始一边削胡萝卜吃 一边向艾伦传授自己的蓝车经验 又自信地表示 他要出一本搭便车蓝车指南 彼得和艾伦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可等到彼得把他的丰富经验 运用到实践中时 结果却是十几辆车在他的眼前呼啸而过 无一停下 随后轮到艾伦出马 他只是把裙子轻心撩起 就立刻有司机为他踩了刹车 艾伦和彼得终于坐上了开往纽约的汽车 一路上艾伦兴高采烈 可彼得却醋意大发 沉默不语 直到司机开口放声歌唱 二人之间的气氛才稍稍缓和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看起来热情开朗的司机大叔 竟然是个公路小偷 旅途中 趁着彼得和艾伦下车休息的功夫 他带着彼得的行李开车就跑 幸好反应迅速的彼得 追上了马力不足的汽车 打了司机一顿后 便把车也开走了 艾伦和彼得重新踏上旅程 与此同时 担心女儿的安德鲁斯 只得向韦斯特利妥协 登报表示承认二人的婚约 只求女儿看到消息后赶快回家 天色已晚 再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纽约 可已经互生好感的彼得和艾伦 都不想这么早就分开 于是他们只能找借口 不能半夜赶到纽约 便在小旅馆设账 开了一个房间 想和彼此度过最后一个夜晚 房间里 彼得再次在两张单人床之间挂起了毛毯 明天一早 他们即将回到纽约 一个回到丈夫的怀抱 一个拿到自己想要的头条 可是两个人却谁也高兴不起来 借着昏暗的灯光 彼得和艾伦开始聊天 艾伦问彼得有没有爱过什么人 这时彼得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对于自己一条毯子之隔的姑娘表白 他说他喜欢的女孩是一个真实鲜活的姑娘 他不仅喜欢她 甚至还为她做了计划 想把她带去太平洋深处美丽的无人小岛 在那里和他一起冲浪 一起看星空月光 听到这些 同样已经深爱彼得的艾伦走了过来 他求彼得带他走 带他去到那个小岛上 他深情地向彼得诉说着自己的爱意 可面前的艾伦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 这样真的可以吗 片刻的犹豫后 彼得决定正视自己的心意 可这时的艾伦已经在泪水中睡去了 彼得悄悄地换下睡衣 离开了小旅馆 他决定搞一笔钱 因为只有有了钱 他才能规划和心爱姑娘的未来 才有勇气向他求婚 彼得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纽约的报社 并把他和艾伦的故事写了下来 然后他找到自己在报社的顶头上司戈登 彼得告诉戈登 自己搞到了年度最大的爆款新闻 那就是安德鲁斯家的千金 即将取消和韦斯特利的婚约 嫁给自己 戈登相信了彼得的故事 开始紧急联系所有人 更换今日的头版头条 又给了彼得一千美金 助力他去追求真爱 报得美人归 可与此同时 在小旅馆醒来的艾伦 发现了彼得的离开 他以为彼得就这样丢下了自己 两个人的故事也从此画上据点 于是他联系了父亲 让他和韦斯特利 一起来汽车露营地接自己 可此时不知情的彼得 正驾驶着他那辆 怎么也跑不快的破车 全速返回汽车旅馆 他只想要在艾伦醒来前赶回去 一路上他兴高采烈 一边愉快地唱歌 一边激动地和他肩而过的 货车司机打招呼 直到载着艾伦的豪华汽车 从他的身边开过 他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想开车追上自己心爱的姑娘 可似乎老天也在和他作对 这辆抢来的破车 再也承受不了这沉重的负荷 彻底报废了 艾伦平安地回到了家 即将和韦斯特利中成眷属的消息 登上了各大头条 所有人都对这样的爱的胜利喜闻乐见 只有彼得一人悲伤不已 他把一千美金退还给了戈登 当他准备离开时 一直不待见自己的上司叫住了他 上司安慰彼得说 很多时候记者觉得自己挖到了好故事 最后却因为一些意外毁于一旦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他相信彼得曾经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不久后 到了艾伦和韦斯特利大婚的日子 可艾伦却一改自己活泼开朗的性子 郁郁寡欢 疼爱女儿的安德鲁斯先生 看出了艾伦的不对劲 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不想嫁给韦斯特利了 是不是在旅途中爱上了别人 知子莫若妇 听了父亲的话 艾伦扑进安德鲁斯先生的怀抱 放声大哭 他告诉爸爸自己确实遇到了一个人 虽然他不是很了解他 但他却很爱他 可那个人却并不喜欢自己 因为自己被宠坏了 自私 娇生惯养 可他却教会了自己承担与责任 所以 为了不再添麻烦 为了不让父亲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他要嫁给韦斯特利 完成今天的婚礼 听了女儿的话 安德鲁斯先生不由的感慨 女儿变了 也确定 他爱上了一个值得他去爱的好男人 可艾伦口中 那个男人的名字 竟然如此熟悉 原来 他就是那个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声称要和自己谈谈关于艾伦的资金问题的人 彼得沃恩 艾伦看了信 误会彼得是来找父亲领悬赏金的 他彻底心灰意冷 可安德鲁斯先生还是决定见一见这个年轻人 就这样彼得来到了安德鲁斯先生的书房 而一见到安德鲁斯 彼得就掏出了一张清单 上面列举了一路上他为艾伦支付的费用 外套 汽油 现金支出 共计39.6美元 原来他对悬赏并没有兴趣 他只是想要回自己所付出的金钱 安德鲁斯先生不由的对彼得刮目相看 他觉得如果女儿嫁给这个人一定会获得幸福的 于是他开始逼问彼得到底爱不爱艾伦 开始彼得还在不停地转移话题 可在安德鲁斯的步步紧逼下 他终于承认自己爱艾伦 很爱很爱 韦斯特利驾驶飞机来到了艾伦的家 婚礼马上就要举行 悠扬的婚礼进行曲 想起了 安德鲁斯牵着女儿 在众人的瞩目下入场 可一路上他竟然一直在劝女儿逃婚 安德鲁斯把一切都告诉了艾伦 彼得不要赏金 只要路上为他花费的39.6美金 彼得说 虽然一路上被艾伦耍得团团转 但是他爱她 安德鲁斯先生说 如果选择彼得 不仅艾伦的人生会幸福 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也会感到快乐 而他则会帮女儿解决掉 关于韦斯特利的一切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终于在父亲的鼓励下 艾伦改变了自己的心意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他离开了婚礼现场 跑向了父亲在后门 为他准备的那辆汽车 不久后 果然如安德鲁斯先生所说 他仅仅用一笔钱 就顺利的让韦斯特利同意解除了婚约 艾伦和彼得 终成眷属 踏上了蜜月的旅程 他们之间的耶利哥之墙正式倒塌 为了仪式感 彼得还特意买了一把小号 因为在传说中 耶利哥之墙就是用号角攻破的 《一夜风流》是由弗兰克·卡普拉指导 克拉克·盖博·克劳戴考尔白主演的美国电影 于1934年上映 在1935年的第七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一夜风流》击败了当时的诸多热门影片 囊括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女主角 以及最佳剧本 五项大奖 成就了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满贯 而这一项记录 直到40年后 才被另一部优秀电影《飞跃风人院》追评 不过 让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是 这部在当时备受好评的电影 在开拍之前 几乎没有一个业内人士看好它 男主克拉克·盖博 因为私生活的问题 被自己的公司米高梅 发配到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哥伦比亚公司抵债 女主克劳戴考尔白 认为电影的故事和题材 愚蠢透顶 制片人哈利考恩 也曾无数次劝说导演把剧本卖掉 可就是这部不受人待见的影片 一经上映就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历史 观影者络绎不绝 报纸的头版头条 对该片也进行了被动的宣传 高口碑倒逼了一级市场的全面供应 大家对一夜风流的喜爱 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那这部情节简单 内核也不算深刻的电影 是如何获得如此管范的共鸣的呢 究其原因 一定与她塑造的人物和传递的情感有关 在一夜风流中 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之处 艾伦虽然是富家小姐 娇生惯养 不懂人间疾苦 但她却真诚热情 活泼善良 她知错能改 懂得反思自己的生活与成长 彼得可谓是初代偶像剧的霸道总裁 其所有梦幻属性于一生 高大英俊 温柔体贴 对待女主 无微不至 对待爱情 始终专一 就连故事里的老父亲 也不是此类题材中常见的 棒打鸳鸯的形象 而是爱女心切的 可爱的爸爸 虽然他财大气粗 笑料不断 但却可以深切地体察 女儿的内心世界 这些人物向观众们传递了世间的真情 传递了爱的美好 相必这才是一夜风流 经久不衰的真正的原因吧 好的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关于这部电影 您还有什么观点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